纵然你武艺再高 我也不相信你能打败我 你想试试吧 好 我就跟你来一场决斗 这是慕容华与贺连霸的巅峰对决 贺连霸究竟是喝了多少假酒 才敢答应与慕容华决斗 是梁静如给他的勇气吗 就在一炷香前 燕藏风气势汹汹的来到至尊萌 要杀了贺连霸替使大娘报仇 自作多情的败月儿见状 还以为燕藏风是来阻止婚礼 当即给了燕藏风一巴掌 有什么现在才来 就问败月儿干不尴尬 这自作多情的样子真是笑死人 言归正传 贺连霸得知燕藏风前来 是要杀了他替使大娘报仇 心中十分的不屑 他认为没有凌霜剑的燕藏风 即便练成了天翼四象 觉得第二是火神怒 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于是故意拿出凌霜剑 出言挑衅起了燕藏风 凌霜剑就在这里 有本事过来拿吧 燕藏风正要出手对付贺连霸 不曾想慕荣华这时到来 同样找起了贺连霸的麻烦 他为了羞辱贺连霸 还假装感谢燕藏风解决了门口的守卫 让他不费吹灰之力的进入了至尊盟 这可把贺连霸气的不轻 认为慕荣华太过嚣张 这可是至尊盟的地盘 他要给慕荣华一个教训 贺连霸从人千行的手中 得到了天下第一掌威龙神掌的武功秘籍 经过短短几个月的修炼 已经将威龙神掌突破到了大成境界 再加上他本身的分身魔影和分心掌 贺连霸有十足的信心 可以与慕荣华的先天刚气一较高下 因此贺连霸面对嚣张的慕荣华毫不畏惧 硬起魅力就要与其大战一场 谁知两人剑拔弩张之际 任千行突然跳了出来 声称慕荣华没有资格与贺连霸交手 不如让他试试慕荣华的实力 任千行早就投靠了慕荣华 打了贺连霸一个措手不及 为了更加的表现自己 任千行打着要替师父关玉天报仇的名义 准备一刀杀了贺连霸 可任千行逼估了贺连霸的分身魔影 竟然只是一个照面 就反被贺连霸扭转局势抓了起来 得知任千行已经拜慕荣华为师 贺连霸立刻有了主意 用任千行的性命威胁起了慕荣华 要慕荣华自断一笔 然而慕荣华丝毫没有惊慌之色 淡定地表示最讨厌别人威胁他 他慕荣华有徒弟 难道贺连霸就没有 于是慕荣华运起魅力 出手掐住了炼赤雪的脖子 用炼赤雪的性命威胁起了贺连霸 我们俩是把各自的徒弟都杀了 还是来玩搅毁人质的游戏呢 千行 我问你最后一次 你会不会爱我 面对炼赤雪的询问 任千行斩钉截铁地表示 他这一生只喜欢刘依依 不可能会对炼赤雪动情 而炼赤雪虽然是任千行的舔狗 可他同样也是一个狠人 秉着得不到就毁掉的原则 炼赤雪祈求起了贺连霸 要贺连霸动手杀了他 然后再送任千行下地府 将他和任千行埋葬在一起 他要生生世世的缠着任千行 我要你做鬼也离不开我 我要生生世世的缠着你 老朱成全我 贺连霸成全炼赤雪 一掌将其送上了西天 这样慕荣华都感叹不已 认为贺连霸真是心狠爽啊 为了自己的利益连徒弟都杀 贺连霸面对嘲讽毫不在意 准备履行对炼赤雪的承诺 送人千行下地府去陪炼赤雪 谁知这时燕藏风圣母星发作 出言阻止起了贺连霸 认为贺连霸身为一方霸主 武功地位与人千行相差甚远 就这样杀了人千行 算不上什么英雄豪杰 不得不说这里的剧情很迷 贺连霸在烟藏风和刘依依的嘴顿下 真的就放了人千行 合着我们可爱的炼赤雪 这盒饭就白领了呗 真是双Q了 估计炼赤雪要是活着 想到贺连霸的心都有了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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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